高中生和羽塘第一人林丹交手 最后还取得了胜利 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2017年王者之治的东京战 林丹受邀于一位日本高中生大林拓进行比赛 由于后者是全国冠军 因此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两人的精彩较量吧 一上来大林拓看准时机 直接批杀直线 林丹有些大意 防守直接挡出界了 第二球双方展开了多拍比拼 林丹的勾对角被对方抓个正着 大林拓先是放网 随后直接扑杀得手 超级当终于得分了 一记血液的点杀 可以看到 林丹的进攻欲望还是比较低的 它主要是调动对方的脚步 不过大林拓不愧是日本高中生冠军 防守还是很扎实的 这个回合林丹被迫起球 大林拓非常潇洒的跳杀得分 目前的比分是3比2 大林拓领先 日本バドミントン協会の専務理事の デニア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レジェンドと戦っている大林拓也選手 見ていかが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日本の将来の設立を立つ タレント性やビジョン 初めて経験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けども 私も今感動してますけども これはもう 創設して 今回提供いただいた ヨネクスの ヨネヤマペン会長に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显然 在人家的主場 林丹还是要給面子的 他好几次 已经调动的 对方脚步乱了 但就是不轻易殺球 尽管如此 林丹还是利用往前勾对角 轻松细耍了对方 順势仿超比分 この回合 林丹展示了王者風放 他的每次防守都如教科書般 王全不需要进攻也能得分 或许这就是世界冠軍 与业余選手的差距吧 難得的劈殺 再扑往前 太轻松了 眼看7比4領先了 林丹开启了空分模式 这个往前绝佳机会 勾出去后 超级丹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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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把对方细耍的晕头转向 但就是不进攻 最后再次出界 继续放水 大灵拓这季挡网变线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由于比赛是11分制 因此大灵拓已经拿到赛点了 林刚这烈卓的演技 评分的时候他连多拍都不敢打了 生怕自己拿到赛点 随着超级当起高球 再一次离谱出界 10比12 他终于心满意足输掉了比赛 比赛结束后 林当也给予了大灵拓高度的评价 在高中生里面能打这个水平 非常非常好 不得不说 林当的情商确实非常高 不仅全程向观众 展示着自己的球技 以及超强的空分能力 最后还能不动声色输掉比赛 给高中生留了面子 也为其增强自信心 你们觉得如果有幸能与林当对仗的话 自己能拿多少分呢 那就好了